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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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对万里皇帝所列举的四条罪状逐一加以分析 看看张居民 看看张居正被抗家是最有赢得还是冤枉了 万里皇帝在他的圣旨中指控张居正的第一项罪名是 污蔬蔑蔑金方亲截 区蔑邮昂 意思是啊 张居正捏造罪名诬陷了这个皇帝的亲属 然后呢 又把那皇帝亲手的家产 土地 坟地 全部给亲葬了 而万里皇帝的这个指控呢 他依据的是云南道御使杨可利 给皇帝的上书 这杨可利啊 在上书中弹劾张居正说 一顾大学士张居正 亲葬废辽府地填土 其言行查刊 意思是 已经死去了那个张居正 那个内阁大学士 他把被废辽亡的坟地土地填产都霸占了 请皇帝对此事进行严格的查处 人们就会问了 那么张居正真的霸占了被废辽亡的 坟地 宅地和土地吗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咱们先得说说这个被废的辽亡 这位辽亡啊叫朱献杰 他是第六代辽亡了 第一代辽亡是朱元璋第十五个儿子 叫朱直 当时封在这个广宁 也就是现在辽宁省的北镇县 建文年间把这个辽亡啊 内迁到了荆州 从此辽亡的子孙世世代代呢 就生活在了荆州 可是这个第六代辽亡朱献杰 人品极坏 十恶不赦 最大恶极 我为什么这么说 夹境年间 一位御史高光仙 上书弹劾辽亡朱献杰 可是呢 皇帝这个朱厚聪啊 却对他不加处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朱献杰 他跟皇帝朱厚聪一样 也宠信道教 信仰道教 他们是一样的信仰 因此就得到了 家境皇帝的庇护 谁也就不敢碰他 知道家境皇帝驾崩 终于有人再度弹劾这个朱献杰 弹劾他什么呢 皇帝驾崩的这个诏书 发到了荆州 这朱献杰不但不感到悲痛 也不带任何的笑 可这样的上书 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 到龙庆二年 张居正上书建议皇帝 得去辽亡朱献杰的爵位 这龙庆皇帝呢 采纳了张居正的建议 派官兵包围了辽亡府 将辽亡和他的所有家人 一律贬为庶民 用高墙把辽亡府围起来 限制辽亡的自由 剥夺他的财产 交由朝廷专门管理 王府财产的部门处理 那么通过对辽亡的这些 罪行的介绍 说明张居正上书建议皇帝 剥夺辽亡爵位 龙庆皇帝对辽亡并不是冤枉的 那就说明万里皇帝 在圣旨中指控张居正 污蔑侵犯这个罪名 是不成立的 可是杨可利却上书 弹劾张居正 说张居正啊 你造罪名诬陷辽亡 而且趁机呢 把辽亡的一些田产土地 坟地全据为己有 此论一出 被费辽亡的家属们 一直企图翻案的人 抓住了机会 虽然这个时候 被费辽亡已经死了 朱献杰已死 但是他的次妃王室 上书给皇帝说 辽亡府有金宝万计 都被张居正据为己有了 正是根据此 万里皇帝才在他的圣旨中 指控这个张居正 说他污蔑侵犯 侵夺亡坟府地 通过对张居正家产的查抄 并没有发现张居正 侵占被费辽亡的财产 虽然查出了 一万两黄金 十多万两白银 这数字虽然不少 但是恰恰证明 被费辽亡次费 王室所谓的金宝万计 都被张居正占为己有的 这个说法和成立 那么这云南运事杨可丽 为什么要上书弹劾张居正呢 他的动机是什么 他实际上是在 逆造罪名弹劾张居正 关于他上书弹劾张居正的动机 史料中查不到 我根据他上书的时间 发现了他的动机 什么时间呢 这个时机抓得真的非常的准确 当万里皇帝取消了张居正 上驻国和太师的头衔 废除了张居正的嗜好文中 罢免了张居正提拔的所有官员 这个时候 杨可丽上书弹劾张居正 这个机会抓得真好 由于他弹劾张居正有功 所以得到了万里皇帝的重用 因此我说杨可丽上书的动机 实际上是迎合皇帝的意图 做的一次政治投机 所以我说杨可丽啊 他就是那种 踩着别人的肩膀 踩着死人的尸体往上爬的小人 万里皇帝指控张居正的罪名都成立吗 在这对君臣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白家讲坛正在播出大秘一案之 张居正的陌落之名 在傅小凡老师看来 万里皇帝对张居正的第一条指控 完全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熟悉名史的人都知道 张居正和万里皇帝之间 有太多说不完的错综复杂的恩怨 两人之间的积怨不是一两件事情 能够说得清楚的 但是既然万里皇帝要治张居正 那就得真的能拿出可以治罪的理由 那么万里皇帝指控张居正的第二条罪名立得住吗 万里皇帝在他的圣旨中 指控张居正的第二个罪名是什么呢 孤制阎官闭塞正聪 意思是张居正控制舆论 不让阎官说话 蒙蔽了圣上 说起这阎官呢 就是在大明王朝的政治体制中 有那么一群人由六科起誓中 十三道玉石组成的一股政治力量 他们专门上书弹劾监督百官的 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而朝廷的行政官员也不必要 也不可能被阎官牵着鼻子走 所以内阁首府只要他手中掌握了权力 是一个铁腕人物 都可能压制阎官 张居正尤其如此 他当内阁首府之后 他和阎官的关系处理得很不好 他对阎官的态度就是 打压 截职 法配 仗则 阎官们对张居正虽然很惧怕 但内心一直是愤愤不平 张居正和阎官之间的矛盾 终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什么事情呢 这就得从张居正父亲去世说起来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 按照礼仪规矩 朝廷官员无论官职高低 都必须给自己去世的父母 守丧27个月 这叫丁优 可是张居正不愿意丁优 为什么呢 因为万历五年正是张居正改革大业 最关键的一个时间段 他如果辞职去丁优 他的改革大业将要夭折 怎么办 他就说服这个万历皇帝 下旨以朝政离不开张居正为由 让他不要回去丁优 这叫多情 只有当战争爆发 守卫边疆的将军皇帝 才曾经下旨 得情不去丁优的 和平时期 还没哪个皇帝下旨 让内阁大学士 让内阁首府多情的 可是张居正有办法 经过他的游说 结果万历皇帝支持张居正不丁优 多情留在朝里 继续当他的内阁首府 就这样张居正通过多情既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也保住了他的改革大业 可是这一下子 严官们不干了 纷纷上书 弹劾张居正不孝 那么这个矛盾就更加的尖锐了 而张居正本人呢 在多情之后 这才更加娇狂 自以妄为 刚愎自用啊 他任命的这些大臣 都是他的亲信 身边很多高官都是靠贿赂获得的 张居正的所作所为 引起朝野上下的极大的不满 尤其是那些受到张居正打压的严官 和那些反对张居正改革的那些政府官员 联合起来 形成了一股反张的强大势力 人们都在等待机会 等待向张居正反攻的机会 可是机会没等来 张居正死了 张居正一死 压力消失了 严官们纷纷跳出来 上书弹劾张居正 弹劾的内容非常多 集中在一起 就是对张居正执政时期的 所有的作为 统统表示不满 这张居正啊 一时间成为众师之地 但是 即便所有的严官 统统地联合起来 共同弹劾张居正 那也不构成张居正的罪行啊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说了 严官的监察系统和朝廷官员的行政系统 他们是矛盾的 不可能一致 严官的职能就是挑内阁和首辅 尤其是首辅的毛病 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 受到了严官的攻击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不构成张居正的罪名 但凡是比较强势的这个内阁首辅 都会打压严官 也就是说万里皇帝在圣旨中 指控张居正 固执严官闭塞正聪 虽然成立 但并不构成超没张居正家产的理由 那么皇帝为什么要下令 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呢 这就引出万里皇帝对张居正的第三项指控 叫专权乱政往上复恩 说起这专权 也就是说张居正控制了朝廷大权 扰乱了朝廷正常的事序 你说一个内阁首辅有这么大本是吗 这就得说说明朝的内阁制度了 明朝是一个比较专制的王朝 这朱元璋啊 为了解决皇权和相权的矛盾 制造了胡维庸案 废除了宰相制度 把宰相的大权全揽在了皇帝的手里 使中国古代专制制度达到了一个顶峰 可是皇帝的权力虽然大了 但是朝廷事务实在是太繁忙 皇帝忙不过来 所以到了永乐皇帝朱棣那里 他实在忙不过来怎么办呢 就组织了一帮文官 像是秘书 帮助他打理朝政 这就是内阁的起源 可是明朝自中后期啊 这皇帝啊 虽然大权在握 却懒得打理朝政 不上朝代政 成为家常便饭 这样一来 皇帝的大权就再度地落到了内阁手里 而内阁首府实际上就成了宰相 虽然明朝不是宰相 而内阁首府就成了实际上的宰相 而且比以往的宰相权力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拥有了过去宰相没有的权力 就是为皇帝密写赵书的权力 这样一来 皇权和项权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 而且比以前更尖锐了 而张居正他是个铁腕人物 在他的运作之下 就形成了内阁首府对皇权的压制 当然张居正达到权力的顶峰 从而形成对皇权的压制 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而这个过程 却反映了张居正在人品上是有问题的 这就得从龙庆皇帝家崩收起来 皇帝驾崩之后 根据皇帝的遗嘱任命内阁首府高宫 内阁大学是张居正高仪 还有私立监太监冯宝 这四位大臣成为顾命大臣 辅佐年仅十岁的太子朱义军 登基当皇帝 这个高宫为人骄横 非常清高 所以他看不起这个冯宝 他觉得让冯宝和他自己这几个内阁大学是在一起成为顾大臣 他感到羞辱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帮文官自视 清高自喜 为清流鄙视太监出身的人 可是这冯宝呢 他不仅仅是私立监太监 掌握着皇帝阅读文件和使用皇帝玉玺的权力 还坚韧着东唐的头子 他权力太大了 所以这高宫就想帮说法 把这权力收回来 收给内阁 说法驱逐冯宝 怎么个驱逐 他就给皇帝上了一份上书 叫《陈延武士书》 以所有内阁大学士联名的方式 建议皇帝赶走冯宝 或者把冯宝手中的权力归在内阁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 高宫就找到了张居正 征求张居正的意见 张居正满口答应 表示坚决支持高宫 可是高宫一走 他翻脸就把这 高宫上书的内容告诉了 冯宝 让冯宝做好防备 人们会问 张居正为什么这么做 我分析啊 这冯宝跟张居正 没有权力竞争的关系 而高宫是张居正想当内阁 首府最大的障碍 所以张居正就决定联合冯宝驱赶高宫 可是这高宫啊 并不知道张居正的真实态度 联名上书之后 再授予他的这些门生故隶们 这些言官上书弹劾冯宝 其中有一条 非常致命 说冯宝撕尽邪造之药 以损圣体 意思是啊 这冯宝啊 给先帝啊 进攻了一些春药 毁了先帝的身体 才导致先帝驾崩 这条罪名如果落实 这冯宝就死定了 冯宝面对言官们的弹劾紧张啊 还怕啦 就派人找张居正请教怎么办 张居正就出主意说 物据变好将计就计为之 意思是别害怕 正好将计就计 那么怎么个将计就计呢 这张居正啊 就把高宫在龙庆皇帝驾崩的时候 在内阁里哭着说的一句话 告诉了冯宝 冯宝一听这句话 不仅大喜过望 什么话会这么高兴呢 高宫说 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这冯宝啊 就把这句话改成 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 这意思完全变了 不断把太子改成孩子 而且把治天下改成为人主 这根本就要否定 这个太子的地位了 否定当今皇帝 当皇帝的合法性了 这冯宝就把这句话改造完之后呢 就告诉了太后和小皇帝 这太后和小皇帝大惊失色呀 这小皇帝脸色都变了 他们就觉得这高宫啊 不但把皇帝没放在眼里 甚至不承认我这个太子是太子啊 龙庆六年的六月十六号 功龙传出话来 各位大臣 到惠吉门准备接旨 大臣们都来到了惠吉门 高宫觉得 嗯 一定是我的上书起罪了 小皇帝要驱赶这个冯宝了 跑步兴高采炼 等着圣旨 可是没想到啊 一个太监出来念圣旨说 大学士高宫 专权善政 便着回忌贤助 意思是大学士高宫啊 由于善权揽政啊 被皇帝解职送回老家 退休回家了 高宫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听了这圣旨之后 当时就瘫在地上了 面如死灰事 汗如雨下 站不起来了都 在锦衣费搀扶之下 押送回了老家 河南新政县 另外一位 那个大学士叫高宜 这会儿正在家养病 听说皇上下圣旨 把高宫驱逐出京城 赶回老家了 感到非常的惊恐 怕连累自己 忧心忡忡啊 怎么办呢 病越来越重 居然 吐血三天而死 就这样 三个内阁大学士 包括内阁首府 被驱逐了一个 病死了一个 就剩下张居正 他当然就是内阁首府了 也就是说在张居正时代 整个内阁只有张居正 一个人 从而构成万历前期的 一种政治格局 叫权力铁三角 由太监太后 内阁首府构成 这三个人连成一气 当时这万历皇帝 年龄太小啊 就完全被架空了 所以说呀 万历皇帝指控张居正 善权专权是成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 在傅小凡老师看来 万历皇帝指控张居正的罪名 有些还是成立的 张居正被抄家 也有他咎由自取的一面 我们不得不承认 张居正时代 他的权势达到了顶峰 有名以待 没有哪一个人 有他那么高的地位 但是话说回来 张居正确实为大明王朝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了他 大明才渐渐焕发了生机 万历皇帝说张居正 谋国不忠 那么为什么万历皇帝要说这个话呢 请继续收看 大明一案下不知 张居正没落之谜 那么这个张居正在专权的时候 是不是有如皇帝所说的 网上赋恩 也就是欺瞒皇上 辜负了皇帝对他的恩情呢 这就引出万历皇帝指控张居正的第四个罪名 叫谋国不忠 所谓谋国呀 就是张居正 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之后 对权力的运作过程 那所谓忠呢 就是一心一意 全心全意 所以谋国忠 就是你的权力 是为江山设计 为朝廷 为国家 为皇帝 去运作 而不允许夹杂 一丝一毫的私利 可是张居正是这样的人吗 他能做的谋国忠吗 那么皇帝对他指控的 谋国不忠是否成立呢 我认为 皇帝的这项指控 根本没有冤枉张居正 张居正的确谋国不忠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万历元年正月 按照惯例 万历皇帝 一大早去上朝 这轿子刚刚出前清门 突然一个太监打扮的人 冲了上来 两边的警卫冲上去 就把他摁住了 这一艘身上带着 刀剑各一把 经过审讯他承认 他叫王大臣 是长州府武进县人 冯保就把这事 汇报给皇帝 皇帝下旨 把他押到东厂 继续审问 几天之后 张居正来到皇帝面前 对小皇帝说 说我们这宫里 既被如此严密 而这个人怎么知道 皇上您出行的时间和地点呢 路径这么熟悉 身上带着刀剑 直接奔着皇上来行刺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蓄谋已久 而且他背后一定有人指使 所以建议皇帝顺腾摸瓜 查出那个背后的指使者 张居正的意思 这就是相装武建 意在佩公了 他把目标 他把追查的目标 指向了高宫 与此同时 这冯保一边审问王大臣 一边命令锦衣卫 四名提计 也就起码专门逮捕犯人的这骑兵 到河南新政高宫的老家 去捉拿高宫 当时还没有真正下旨捉拿他 只是要把他看住 别让他跑了 所以这锦衣卫啊 到了新政县 就找到了新政的县令 说你要看好这高宫 不能让他跑了 这县官立刻派官兵 就把高宫的宅院就给围住了 于是同时这冯保啊 在审问王大臣的时候 就对王大臣说 只要你交代 你的背后指使者是高阁老 我保证你有官座 有想不完的荣华富贵 于是呢 又给他写了一份名单 上面都是高宫的家人 编造好口供之后 立刻派人到新政县 去捉拿高宫家人 这个张居正呢 为了尽快的了结此案 就派锦衣卫都督 朱熹孝 和这个冯保 东厂联合审理此案 追查背后的指使者 按过按理啊 两个单位联合审讯 一定会对犯人进行加刑 所以审讯一开始 就对王大臣 仗则十五 这下把王大臣打火了 他跳起来说干嘛打我 你不是说给我官座 让我勇享荣华富贵吗 这冯保说 老师交代 是谁指使你来撒谎的 王大臣说 不是你让我做的吗 怎么现在你要问我了 这冯保觉得有点不妙啊 赶紧拦住说 你昨天不是说高阁老指使你的吗 你今天怎么不这么说了 王大臣说 昨天是你让我说的呀 你让我说高阁老指使我 可是我并不认识高阁老 结果笨蛋王大臣 把冯保和张居正背后 捏造罪名 无限高宫的这个阴谋 泄露 在场的朱熙孝 他是高宫的统乡 与高宫的关系非常好 他就要设法营救高宫 为了营救高宫 上下打点花了几千两银子 银子还真有用 朝廷很多官员都开始纷纷地为高宫说好话 有些人面见太后 为高宫求情 在太后的干预之下 张居正停止了对王大臣背后指使者的追查 可是这冯保怕事情败露 就给王大臣喝下了一种生气酒 声音变养 说不出话了 要命令三法司 也就是刑部 大理寺和督察院联合审理这个王大臣刺杀皇帝 这三法司根本没有提审犯人 直接判死刑 把王大臣处决了 通过以上王大臣一案 我们可以明白 张居正和冯保联合在一起 就是要陷害这个高宫 你说高宫已经是退休回家的人了 张居正为什么要陷害他呢 他就是要把高宫置于死地 就是把高宫再度回到朝廷 和他争内阁首府的大权 这样的张居正 他谋国会忠吗 所以我认为 万里皇帝指控张居正谋国不忠 并不冤枉他 列举了以上四大罪名之后 万里皇帝说 本当着官律师 念孝劳有年 孤勉尽法 意思是 本来应该把张居正的棺材毁了 碎石万段 可是考虑他 毕竟为朝廷效命这么多年 辛苦了 所以就不这样处理他了 由此可见 皇帝对张居正下令查抄财产 还是宽大处理网开一面 而且万里皇帝的确承认张居正叫孝劳有年 可是张居正对万里朝的初期何止是孝劳有年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怎么个功不可没呢 也就是说在万里的早期 张居正当内阁首辅的时候 的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都有哪些贡献呢 至少有两条 第一 改革政治 所以当张居正当了内阁首辅之后 由于铁三角的形成 他大权在握 可以一展宏图了 所以大胆地进行大刀过斧的政治改革 其实准确地说是行政改革 他做了哪些事呢 严考成和明实 也就是严格考试 要官员们做到 明辅其实 你的职权 你的责任 你的成绩要相辅 很像现代社会的绩效考核 通过这个严格的考核制度 这个行政效率 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那么张居正 为万历初期做的 第二项贡献是什么呢 经济改革 随着政治改革成效的显著 张居正开始大刀阔斧地 进行经济改革 其实他的经济改革也很简单 就是倾掌土地 把那些大官僚大地主 多占的土地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 让他的多占的土地 要么退出来 要么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 上交税粮 这个举措成效非常大 在家境年间的时候 这些国库的粮食 都不够一年用了 龙青年更是入不敷出 经济问题很严重 而经过张居正 这番经济改革措施实施之后 国库里积累了四百万两白银 粮库里的粮食 十年都吃不完 客观地说 万历时代 张居正可以说是鞠躬至尾 如果没有他 万历时代的大明王朝 真的不知会走向何方 这一点恐怕万历皇帝 也是清楚的 但是再大的功劳 也不能抹去万历心中 对张居正的恨很怨 那么这对君臣之间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据我分析啊 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 君臣之间十年积怨了 所以当这张居正 担任内阁首府之后 他作为顾命大臣 辅佐这幼小的皇帝 朱义军 年仅十岁 他得到了这个冯宝 和李太后的支持之后 身为内阁首府 可是他对这个小皇帝呢 俨然以一个 严实对学生的态度 这就有问题了 而且他每次啊 给这小皇帝布置作业 让他背书读书 还是监督督促他 有一天 这个万里皇帝 在读论语 读了一个错别字 张居正 当着众位大臣的面 训斥皇帝 吓得小皇帝赶快纠正 这皇帝毕竟年龄小 偶尔做一些出格的事 这冯宝一看就说 让张先生知道以后 看怎么处理你 吓得这个万里皇帝啊 马上有了收敛 这样一来 就是这小皇帝 对这个张居正 从过去的亲近 转而畏惧 又转而厌恶 第二 摆脱张居正的阴影 在张居正死了之后 按理说这皇帝可以 大权独揽 朝纲独断了吧 可是他却感到 巨大的一个阴影 笼罩着他 谁的阴影 张居正的 每当下一诏书 这群臣们都会 交头接耳的议论 如果张先生在 会如何决策呢 连他自己也是 当决心做一件事情 他也会反思 如果张先生在 是会如何评价我呢 这样久而久之 他会心里形成一种 这种自卑感 作为皇帝的自尊心 受到了伤害 这样的这种 过去的厌恶和畏惧 就转而愤怒 万历皇帝要查抄 张居正财产的第三个原因 万历贪财好利 也就是在万历下旨 查抄张居正家之前不久 这皇帝有一个 同父异母的弟弟 陆王朱义留 已经十六岁了 要举办婚礼了 这朱义军的母亲 辞圣太后就担心 这银子还差一半呢 怎么办没着落 万历皇帝听说之后 就劝母亲说 别着急 不要放在心上 一切交给我 母亲问 你有什么办法 他说这帮的大臣 无耻得很 他看张居正全大 就贿赂他 张居正 有很多财宝 只要抄了他的家 就有银子用了 正在这皇帝 做这番打算的时候呢 云南御史杨可丽 尚书弹劾张居正 侵占了 被废辽王的田宅和土地 然后呢 被废辽王的 次妃王室啊 也尚书说 他们辽王府的 数以万计的金宝 都被那张居正 据为己有了 你说这贪财号里的 万历皇帝 能不想抄张居正的家吗 张居正家被抄的 第四个原因 张居正 得罪人太多 张居正 一个人的内阁 大权独揽 港币自幼 而且呢 没有留下接班人 所以他在朝廷上的 所作所为 树敌过多 即使是那些 受他提拔的 那些新政的官员 也站起来反对他 当皇帝下旨 要抄张居正家的时候 居然群起呼应 一呼百应 大家一起来 共同地反对张居正 这张居正啊 他的家被抄 他自身 的确还是有原因的 综合以上四个原因 说张居正家被抄啊 他实际上是 皇权和项权 矛盾的结果 而张居正家最后被抄 实际上是 皇权对项权的完胜 虽然张居正 自身的确有些问题 皇帝对他的指责 也不完全都是冤枉的 但他毕竟最不该抄家 的确反映出 这万历皇帝 刻薄寡恩时 过河拆桥啊 同时让人感受到 明朝的官场 真是风云变换 令人毛骨悚然 毕竟这段历史 永远成为了过去 好 大明王朝还有什么疑案呢 我们以后再说 好 好 好